歡迎收看電話雜誌會 我是主持人比喻 日本的遊戲公司把物體擬人化 再改變成遊戲的能力真的很強 像是刀劍萬武跟劍隊收藏等等 那現在有一款以日本酒為主題的擬人化手遊 你想不想玩玩看呢 如果把日本的清酒擬人化變成遊戲角色 那會是什麼樣子呢 由 Smilex 開發的蒙酒盒子 就是這麼一款有趣的作品 由於擬人化的主題是真的存在於日本的清酒廠牌 所以在開發過程中 為了取得各家酒廠的合作 開發團隊也花了不少的時間 不過目前看起來 我們比較熟悉的幾個大廠 像是酗酒造的踏技 或是月桂冠 黃鷹所推出的鳴酒 都沒有在合作名單當中 開發團隊可要多多努力喔 遊戲目前公開的玩法 則是帶著這些擬人化的酒手角色上場對戰 並且要考慮登場的位置與使用時機 遊戲預計在11月上下 喜歡這類擬人化題材 或是愛喝日本清酒的玩家 到時候別忘了來試喝 噗噗噗噗試試玩看看喔